Hello 大家好 今天這期視頻呢是一個 微胖一型身材的春夏穿搭 然後一會呢我會 邊講邊把我的 穿上的效果 放在這邊 第一套衣服呢就是我身上 這一個白色T恤 然後配上一個 紅色的絲巾 再加一個 闊腿牛角褲就是 我手上這一套 身材就是胯比較寬 然後穿上褲腿褲之後 就不嫌的嘛 然後因為牛仔褲的 料子比較硬這樣會顯得 你的腿非常直 這個T恤就是一個 很普通 隨便買的 然後這個 感覺非常修飾性的這種 我這個褲子 是沒有鏈接因為我是在店裡邊買的 你們就照著這種 形狀去買就可以 我覺得這種 穿上還挺顯氣質的 這種褲子 第二條褲子 是一個 優衣褲的男友款的 其實我很少會穿這種 因為它會顯得快比較寬 但是那天我是想去買一個 身上那個很 復古的襯衣 然後我又覺得應該配一個這種 這樣的 男友款的 直筒牛仔褲 但是又很少那天我剛好去 優衣褲 是的我合適的 我就買了下來 覺得配戴一起還挺好看的 然後這個褲子又 感覺比較百搭 什麼樣的衣服都能配 然後我在優衣褲買了一個 它優系列的這種 但是在視頻裡面看到 顏色沒有那麼飽和 其實是更黃一點 是優系列的這個 它的料子就是可厚 我覺得超值是 79塊錢一件 但是還有很多別的顏色 什麼藍色呀粉色紅色都用 然後我看到這個顏色 我可能今年黃色中毒 然後買了好幾件 什麼米黃色淺黃色黃色橙色的 這種衣服 覺得穿上還挺好看的 看到這個顏色 我就覺得是我的衣服 這個褲子也可以配一個 休閒普通的一個白T 然後那天說 我是在朋友圈看到有 一種惡搞小豬沛奇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粉色 標馬的非常可愛 然後我就買了 拍桌 然後我男朋友挑了一個最醜的 然後我男朋友挑了一個最醜的 我覺得我挑了一個最好看的 他挑的是巴黎10家小豬沛奇 騎著自行車的那個 然後我買了這個 是不是很可愛 然後他這個 當時我微信朋友圈裡邊那個店主就說 他是因為自己想買一件 然後就搞了個團購都買了 他說就是這個質量就是 99元油衣庫的那個質量 我就這個就不放鏈接 也不分享了 因為別人覺得我在打廣告 下一個就是這個襯衣 附股塗鴉 有一點頭 是這種非常軟很涼的這種這種襯衣 就是就因為這個我想是配一個牛仔褲 然後他們兩個身上這個牛仔褲 覺得配起來還很好看 下一套是一個是一身黃色 这种 穿上很少女的 但是看起来好像小朋友看的不大 我当时是在RUNCO那家店买的 但是下的单 真是它让我等的时间太长了 我就不想买了 刚好那天我在网上看到它的同款 但是就是原创的那一家 它是分大小码的 这个是均码不分 但是我现在穿上有点小了 会有点显胖 就是袖子这儿 把我的胳膊戴得紧紧的 然后就剪得有点胖 如果你们要买的话 可以买原创的那一家 然后下面是配了一个 这种黄色的裤子 就像睡裤一样 然后料子还挺舒服的 有两种颜色 一个是这个颜色 还有一个是蓝色跟灰色格子的 也挺好看的 但是我还是更喜欢黄色 然后下面这一件是一个 也是黄色 是一个黄色条纹的颜体裤 下面是这种阔腿裤 然后这是在那个 Borshka买的 裤子很便宜 才100多块钱 然后觉得就是特别值 然后就买了这个 但是它上面就是这种吊袋的 我嫌它有点漏 然后就上面穿一个小开衫 这样 下面这件裙子 算是一个砖红色吧 也是在油衣库买的 料子是那种衬衣的料子 感觉还挺舒服的 它是这种不容易折 就是看起来挺显质感的 它又比较便宜 你这一个裙子才299 但是看质感 又觉得299买的很值 我也买这个裙子的时候 也是看这个裙子 觉得看它的颜色 就像是我的衣服 然后就买了这个裙子 是觉得很好看 但是我那天买的时候 它刚好是油衣库有活动 几周年活动 好像我也忘了 就是在网店下单 满300减60 满600减150 但是我挑的这两件 在网店上都没有 这个是只有L码了 然后我穿的是S的 就没有在那儿下单 然后那个黄色的T恤也是 它没有那么颜色 我相够的它都不能满简 然后就直接在店里下单了 下面这一件是一个 UR的丝绒粉色成袖 不知道为啥我 效果通常拍的很颜色 不太平粉色 就摸起来很舒服这种 然后我是下面配了一个 不是下面配了一个白色的阔腿裤 这个裙子好像是我去年还是前年在 就是太平壮买的一个护头裤 但是它穿着有点大 裙子有点有点宽 然后它腰的话是 我穿是刚好的 然后感觉粉色配白色还太不看了 下面这一套是一个 上衣是一个这种丝绒的小吊带 挺好看的 本来我是打算里面配一个那种 跟沙一样的长袖 然后配到里面挺好看的 但是看起来有点太暴露了 然后我就没有那样穿 我是在外面戴一个小开衫这样 也是我啥时候买的都忘了 就是看到自己有一个小开衫 然后就配到这块了 然后下面就配了一条 跟它同色系的这种裤子 也是裤子裤的 夏天春不变两块 就这种还挺舒服的 哪样是在哪在? HM还是? 哦就是HM买的 好了这期视频就是这样 让我们下一期再见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不要忘了给我发多多的弹幕 点收藏关注我 也可以去关注我的微博 就是分享一些我的日常 我的照片啥的 嗯 我的微博名跟我的 嗯 B站名是一样的 你们可以去找我吧 再见